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在10岁11岁女孩子出现了乳房的肿大 她不属于性早熟 有一部分8岁之前出现乳房肿大的孩子也不是性早熟 她只是一个单纯的乳房早发育 也就是生殖变异的一种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应该给孩子做一下即刻的性激素的检测 另外一个要注意观察孩子是否在过后的日子里 慢慢出现一些提前出现的其他性征 比如说夜毛出现 阴毛的出现 还有月经粗糙的来临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单纯的乳线早发育的孩子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注意观察病情的变化 可以先不做特殊的处理 可以做一下性性激素的一个检测 了解她的病情的一个变化 我们对于8岁之前出现乳房早发育的孩子 应该到医院做系统的检测 比如说性激素的一个水平 必要时说性激素激发试炼的检测 另外生殖器的一个避操检测 了解她下丘脑垂体性腺竹 是否已经真正的启动 这才是判断是否是性早熟的一个科学的一个方法 切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须输手